摄像老师 今天测什么 办公室韭菜 哦 绿色植物 非常明目 少了韭菜的香味 但摸起来非常柔软 比一般的办公室植物更生机勃勃 摄像老师 下期开饭就吃这个吧 这不是韭菜啊 那么如大家所见 这是一款绿的发黄的盆栽笔 笔的名字根据颜色形态动作而变换 比如绿的一笔 黄的一笔 Q笔 圆珠笔 柯笔 笔亚迪 甚至升华上更高级的植物 笔暗花 呵呵 毫无疑问 如此百变的形态 肯定是个舞蹈神器 摄像老师 音乐 哼 信口开合 全网最有拍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我和熊八千小姐姐相识123天的纪念日快到了 我特地选了个高科技礼物送她 嘻嘻 这是一个智能存钱罐 只要打开手机APP 点击存钱输入金额 按下存钱罐确认 就可以记录你的每一笔存款 摇一摇就可以查看余额 衣食感十足 哼 存钱罐还内置了发布任务的亲子互动模式 不仅可以用来让小朋友认识金钱 肺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还是个送女朋友的绝佳礼物 嘻嘻 设想一下 当你手拿存钱罐 收到女朋友给的第一笔零花钱的时候 当你完成任务 收到女朋友奖励的时候 嘿嘿嘿嘿 简直是完美男友养成神器呀 口水麻烦收一收 我可以让熊八天小姐姐给我安排任务 每做到一次就奖励我一朵小红花 攒够100个就可以解锁共鸡晚餐一次 完美 嘻嘻 爱我 就来管理我吧 熊八天小姐姐我来了 哼 来了来了 熊八天小姐姐的任务来了 奖励一个笑脸 保证完成任务 只是熊八天小姐姐给你派的任务 唉 要不我陪你说说话吧 新口开河 去往最后排名的开箱色评节目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100件无聊的小事 顾名思义就是在无聊的时候 按上面写的全做一遍 哦 做完要100天 等做完再录吧 再见 录不录 开个玩笑嘛 哼 早睡 这个简单 哼哼 见想见的人 熊八天熊八天 滚 好嘞 哼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太无聊了 盛夏老师你来翻 烦恼有趣的做完了 你喊我爹 给你准备好了 别的不说 我敢穿你敢喊我爹吗 喊他点声 我听不见 爹 信口开河 全网最有排名的开箱测评节目 你有强迫症吗 如果你有强迫症 那你一定要看下去 拯救强迫症 方面上说 本书的功能有 解压发现 提升行脑 艺术重作 卓游娱乐 互动交友 交友 我开始兴奋了 嘻嘻 那么让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本书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第一页就让我有一种相当不好的预感 哦好吧 这它是真正的第一页 接下来这个图形 把它送给有强迫症的朋友吧 摄像老师 你有强迫症吗 我没有啊 你可逼给我 经过我的无限动力 摄像终于收下了我的利益 让我们再做一下摄像 你开心吗 哼 接下来 让我们继续往下班 看到这页的时候 请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你出门前真的关好门了吗 嗯 我得回去看一眼 你们真的关好门了吗 幸好看 全网最有排名的开心测评节目 作为他在时代前列线上的男人 我王大和今天就给大家测评一款走在时尚前列的科技巧品 A豆笔记本 14 兮兮 我作为时尚的宠儿 今天 喂奶奶 你咋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呢 那么让我们回到网牛腿 阿佩 回到我们的科技时尚圈 就像你们看到的 这款笔记本采用了极为硬汉的粉红配色 非常适合我这样的铁血战狼 嘻嘻 什么叫全展边框 那个是轻薄机身 戴上它 你就是时尚抗牙的弄潮儿 哼 而且 A豆笔记本14还打破了笔记本超长待机的机能 根据我们实际测试 这块电脑离线播放视频的时间 超过了24小时 待机这么久有什么用呢 你跟我回猫牛腿就知道了 幸福开河 全网最有拍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在没有暖气的南方 没有一件神器是绝对生存不下去的 这是一个号称只暖一个人的暖风机 跟那些渣男中央裤条相比 还是暖风机最能带给人温暖了 毕竟男人都是大出体子 哼 暖一个在乎的人 突然有点感动是怎么回事 想不到我王大和孤神一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今天竟然让一个暖风机给撩了 唉 人心不古啊 嘻嘻 说你这句话 就算你再怎么不好用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进垃圾桶的 插上电子后 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暖洋洋的 仿佛来到了夏威夷的海滩上 你干嘛 我也想去夏威夷的海滩 老板你平平理 暖风机呢 老板也想去夏威夷的海滩 老板 幸福开河 我们去把暖风机给偷过来 我和三叔导走时找到了传说中的青花瓷套装 并做示意手 速胚勾勒 出青花 笔风浓转淡 合身描绘的牡丹 一如你出装 又剪脸 这话周旧版早说过了 希希 就是三叔从青铜门后找到的青花瓷套装 话不多说 开河 呃 什么玩意儿 办公套装 青铜门后的秘密就是让我去打工吗 我堂堂南京张启林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高岑 你这个月的工资 就是这套 不干 干不干 你觉得我南京张启林缺钱吗 缺 希希 名片夹里面是镜子 可以在低名片的时候看到自己帅气的脸 来自青铜门的原路比意外的很普通 现在还挺流畅 哦 这么说 青铜门后的秘密都在U盘里了 终于能得知青铜门后究竟有什么了 哟 青铜门的秘密这么内涵的吗 青铜门 你换我电脑 信口开河 全网最右盘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作为一个专业不求更换换手机的测评节目 谁不想拥有一个可以直接连接手机的U盘 这是一个多功能读卡器 建一张普通的SD卡就能直接当做手机U盘使用 试想一下 有些文件不管是放手机还是放电脑 都有被人发现的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 什么文件啊 这个 哎呀这个不好说太细 你知道FBI吗 知道 我看见啥FBI都警告我 那么有了这个多功能读卡器 在使用相机拍照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相机里的照片导入手机 根本不需要电脑 而像我这种只有手机没有相机的穷人 这个读卡器就成了手机的专属右盘 里面想存什么存什么 而且还不会被人发现 嘻嘻 而且我发现 这个读卡器结构跟数据线类似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直接连接充电宝 充电 电都充不了 我还要你何用 垃圾 信口开合 全网最有盘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最近熊八天小姐姐加班比较多 我特地准备了万能防身手电筒 顶部内置了强光灯 按一下就能照亮夜空 侧面有金刚锤 还有割刀 所以防身系数非常高 这样我就能安全送它回家了 你把手电筒送给它不就行了吗 那坏人地上我怎么办 外表金属外壳 握起来挺沉的 长按按钮可以改变电筒的照明方式 按两下 还可以改变亮度和闪光频率 甚至还有两次闪光的蹦迪模式 这么说 这还是个蹦迪神气 上方还有磁体 坐车跟不着俯寿时 可以吸住铁杆子代替俯寿 顶部还有指纳针 能在黑夜中找到回家的方向 如果迷路了 还能几乎背面的报警按钮一键报警 这样 就能快速通知警察叔叔 带我回家了 说到底就是你晚上 不敢一个人回家吧 小点声 走吧 回家 线口开河 全网最有背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上属有一种龟 白色外表下藏着小端腿 爱摸云滑水 这种龟的学名叫 我知道 叫王大河 别走乱啊 哼 其实这是一个头部按摩器 只有按开开关 它的刺客小爪杂 就会给你捏捏脑壳和肩膀 因为我没有头 所以我请到了测别嘉宾阿鼠来用用看 阿鼠来用用看 那我们可以吗 阿鼠啥感觉 要找个小型舒适的 我去洗装 洗洗 对了 听说这个按摩仪还能通过按摩实现防兔发 送给熊八天小姐姐吧 熊八天熊八天 送你个防兔神器 怎么样 舒服吧 是挺舒服的 我去 我好不容易找人爱的旧发 王大河 你还我头发 借口开河 听说熊八天小姐姐喜欢小动物 所以我准备了一只阿拉斯加讨好它 没错 这就是阿拉斯加 只要打开手机APP连接配网 就可以使用了 科技感十足 它还自带天气预报 股票数据等功能 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商务人士 你上班就没准时过 哼 除此之外 阿拉斯加最给力的是智能语音视频互动不能 阿拉斯加 放手张学友的歌 嗯 音质不错 普通音箱要实验 阿拉斯加我问你 你觉得我和熊八天小姐姐能成吗 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你说啥 阿拉斯加 熊八天小姐姐会和我在一起吗 不好意思 我没听懂 这家伙怎么脑袋不灵光了 要不试试输入模式 摄像老师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嘻嘻 麻烦你了 让他大声说出来 阿拉斯加 王大河会和谁在一起 当然是垃圾桶了 至少你不会孤独一身吗 呵呵 信口开河 全网最有盘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这是一款夜明珠 你没看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 相传夜明珠价值链成 留下了 皎洁圆明内外通 清光四照 水晶宫的诗句 哦 那么让我们关了灯尝试一下 诶 怎么没关啊 你往哪摸呢 嘻嘻 那么实际上 这个夜明珠是一个外形可爱的小夜灯 按一下 或者转动一下它的鼻子 都可以把灯打开 而且转动鼻子还可以调节灯的亮度 底部的按钮可以定时开关 非常适合怕黑的小伙伴 但是这个充电孔的设计 嗯 你可真是过神小王子 嘿 我也觉得是 信口开合 全网最有盘面的开箱测评节目 就像你们看到的 这是一个超大功率笔记本散热风扇 它的功率大到你根本无法想象 甚至在工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手按住它 才能确保它不会飞起来 而且 这个散热风扇上面还有摄像头的设置 当你连接手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摄像头 看到电脑下方的状况 真的是十分贴心的 你们能按谁说 嘻嘻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智能飞行器 这个无人机没有手柄 完全靠手机来控制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手柄丢了 就没有办法使用的问题 还有我手机呢 而且 这个飞机还有底部的视觉定位系统 和声纳付助电话 就算是人一把他移开 它也会迅速回到之前的位置 视觉定位大家很好理解 但是声纳付就需要去解释一下了 这是一种仿声学发明 简单的来说 就是利用声音对附近的环境进行判断 这一点人类也可以做的 比如这样 啊 喊什么 神经病啊 你看 这样一来 我父亲有没有其他人就一目了然了 嘻嘻 信口开合 全网最有拍片的开箱测评节目